为老不尊 我们有句老话说得好 天尊业有可舍 人尊业不可活 这就是典型的 人尊业 人是要讲节 但是你的这个老公 十多年前就有了外遇 所谓的新感情 那么也就是说 他是从来无节 黄润晚节 所以对这样的男人 我不想和他讲道理 则有谴责 陈女士 在VCR我们可以看到 您的老公现在在外面 现在还挺受苦的 然后做着体力活 远不如在家待得舒服 他宁可在外受苦 他也不愿意回家 但是他又是一个 对子女又比较负责任的人 所以我就有一些疑惑 那这十年来 你们之间的 你们之间有过 相对不是冷战的状态 或不是冲突的状态吗 有时候也有过 他每次吵架的时候 他都经常打我 他在后面打 我就在前面跑 也就是说 这十年来 你都是在家庭暴力的 这种情形下 过来的是吗 是的 那为什么面对 这样一个情况 你没有及时地去终止呢 还在 你还在期待 他再回头 从一个会使 会对你使用家庭暴力的人 变成一个 对你体贴的男人吗 我是为了 尊敬我父亲的洛宁 他说女人 你再好 你也马不期回头 吵吧 拿一句笑话 一女不嫁日夫郎 他说你再苦再累 你也要一福到头的好 我就尊重我父亲 拿一句话 也就是说 你就因为一女不嫁二夫 所以这十年来 你都是一直在忍耐 对 对吗 他每次在家里 休息的时候 我就晚上经常跟他讲 我说我们夫妻两个 是同感同苦过来的 为了家庭 为了日女 这个 丑大姐 我们年龄相反 跟你前面给的信息 我觉得你的老公 确实做得有点太出格了 我和余老师一样 要谴责这样的男人 谢谢 但是我觉得 你的责任更大一些 因为你受了一种 这种传统的婚姻道德的束缚 一女不嫁二夫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这个人再怎么样 我都不去 不去管了 所以我觉得 在你丈夫出现新感情的时候 你都应该快刀斩乱马 拿起你的各种武器 来捍卫你的情感 这才是你应该做的 恰恰是因为一次次的姑息 她觉得肆无忌惮 所以我觉得 这就是一个非常不负责任的男人 不管她是出于什么动机 她伤害了很多的人 并且连她自己也会伤害 好 谢谢 其实我想现在这样的一个真相 实在是令大家都无法接受 尤其是今天坐在这里的小林 还有张晴 包括我们柴大姐 一定都很希望 能够从张先生那里 得到一个真相 那么我们的记者 其实在外拍采访的时候 也联系到了张先生 我们现在一起来听听看 张先生面对这一切 有着什么样自己的说法 那你走的当天 是什么原因 是一生不想走的 因为我要是一生 真的要出去 我就怕到那个 因为前几个家不家里 要是走了以后 他肯定是肯定有狗吃 我觉得趁他们不在家的时候 我才走 趁他们不在家 那告诉他们一生多好呢 毕竟你是在这个家待的 告诉他们去走不了 那你为什么要 从家里离开呢 因为我们以前是离婚的 你们两个心也好 张晓明的话 让我们很吃惊 他和柴芝 今年早就离婚 他所说的是真的吗 还是在为自己的错误 找理由呢 现在我们有离婚证吗 有判断是吗 这个是96年就判断了的是吧 对 当时是你提出的起诉 还是女方 双方就愿意的 双方愿意离婚 对 如果张晓明所说属实 那么既然他们已经离婚 为什么还要在一起 生活这么多年呢 那后来为什么你们又在一起生活 离婚不离家 孩子长养 养大了皆可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